大家好,我是Ruby 今天下午出门遇到一件事 就是让我觉得对韩国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就觉得来韩国真的是来对了 这国家真的是挺不错的一个国家 然后对比之下 再看中国很多中国的小粉红 还有所谓的爱国群众就嘲笑韩国 总觉得瞧不起韩国 真的,我可以这么讲 如果中国再这样下去 在中共的这种统治之下 就是中国再过100年 估计也赶不上韩国 就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到底是什么事 我给大家讲一讲什么事 就是今天下午 就是跟妻子还有孩子去看电影 然后去看电影 就是妻子和孩子进去看 看那孩子动画片 然后其实我也不太想看 然后我在外面还要准备一些工作 就做视频的一些工作 然后整个去的过程当中是这样 到电影院以后 进去以后 一直到我们观看电影的里面 然后就是直接到座位 整个过程就是如入无人之境 根本就没有任何 看不到任何的职员 看不到任何的工作人员 就直接就进去了 我在网上订了票 在手机里面有票 还有二维码 我当时想 是不是得有一些 一个检票的过程 就是工作人员过来检票 怎么着 或者有一个自动的刷 一个二维码的过程 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的就进去了 然后电影都已经开始了 然后我在外面 我想找一个职员 问问 心里还是有些不安 就这样的事 会不会出问题 我当时就是这种想法 因为我感觉 这个好像 因为以前我也没怎么看过电影 我也不知道电影院 是一个什么流程 大家也可以给我反馈一下 是不是其他国家也是这样 不然我就觉得 这个就是没有人管 然后后来 好不容易有看到一个职员 我就说怎么回事 对不对 是不是得摔下二维码 或者怎么样 或者怎么 就这么进去能行吗 他说 他说这个顾客 你不用担心 现在总是这个样子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就是这个样子 进去看就可以了 不用任何担心 我想 那要是不买票 不就直接可以进去吗 对不对 也没有人查这个事情 我当时 我还是那句话 我没怎么看过电影 不太了解的流程 反正是进去 也没有人管 然后这个事 就是还不算完 不算完 还有个什么事 就是要去 要看电影吗 看完电影 要是把那车 停在地下停车场 你开车走 得交这个 就是说停车费 然后你过来看电影了吗 他电影院有一个设备 你就去 然后处理一下 你就可以免费停车 然后 在进行停车费的结算的时候 我当时也想 对不对 肯定要和我的电影票 有一个连接 刷一下阿维码 他这个设备才能知道 你在这个电影院看了电影 他才可以给你免费停车 这个也没有 你去输入我的车牌号 直接就让你免费停三个小时 因为他整个建筑里面 有很多咖啡厅 饭店 娱乐 还有一些什么 这个孩子的娱乐的场所 等等等等 这些地方 比如说你没去看电影 你到那个设备 对不对 这么一刷 你就可以免费停三个小时车 很多人不可以这么做 当时我就是处理完以后 我也觉得心里面有点 觉得好像不太对劲 是不是真处理好了 我又去问那个职员 那职员说 不用担心 没问题 然后当时我就问了 我说那要是没看电影的人 过来也在这个设备上 这样一弄 他不就是可以免费 停三个小时车了吗 对不对 然后我这么一问 那个职员有点懵 他在瞅着我 我当时就觉得挺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这个问题 问得我有点失礼 不应该这么问 对吧 就是人家他那个职员的 从他的角度来看 他对韩国社会 是很 韩国人是很有信心的 我们都很自律 肯定是买完电影票 才能进来看电影 然后停车 也是肯定是在这里 看电影的人 在这才能处理这个停车 他没有想到那么多 我估计 当然可能韩国人当中 也有就是专空子 但是基本上整体上 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问了那个问题的话 然后我自己也反思自己 就是这什么 就是这个不仅仅是我了 就是很多 从中国大陆来的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脑子里面 就是那种占小便宜 脑子里面 就是去钻人的这个空子 对不对 就占人便宜的 那种思路 特别的旺盛 你知道吗 特别的厉害 就那种思路 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中国人 到外国人来说 你看外国人多傻 他其实 他自己 就是因为他 那个不好的思路 他才会去那么想 其实我到国外来这么久 但是我不会去 占别人便宜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 我脑子里面 看到我空子可专 或者看到占便宜的 那个想法 还是有的 这不有空子可专吗 这不是 对吧 可以占便宜 但是我不会去那么做 我也会排斥这种想法 但总之 反正跟他沟通以后 他 就是 我就有这样的一些反思 整体上 就这个过程 就让我觉得 韩国这个国家 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当然也有很多 其他的事情了 比如坐火车的时候 大家基本上 也都是不检票 就直接进去 但电影院 我不是很熟悉 看到以后 还是蛮有感触的 就觉得 韩国还真挺不错 以前也觉得挺不错 但是今天加深印象了 然后讲到这 就谈到韩国人 整体素质 这两天 前段时间 不是这两天 前段时间 还有一个事 就是说 在现在韩国 你去订了一些物品 在网络里面 购买了一些东西 他一般的这些 快递的这些小哥 他就会直接放到你家门口 然后这个门口 其实很多东西 都是很贵重的 以前我订过 笔记本电脑 他就给你放到门口 基本就是没人拿 反正我是没看到 有谁拿 然后那一天 就前段时间 我订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就没有收到 我也不知道 是快递员没送 还是东西被人偷了 被人拿走了 我当时心里就很不舒服 我头一岁的这样的事情 我对韩国的 就产生了一些怀疑 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有人给我拿走了 然后我就给那快递员 打电话 快递员说 是这样 他说我送到了 是不是给别人拿走了 你告诉我 你把你的银行账号告诉我 我把钱给你打 我给你赔付 快递员是这么说的 我当时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人家还挺辛苦的 这个事情反正就这么地了吧 我也没让人家赔 但这个事情 心里面不是这个东西丢了我 我就总觉得 这个好像打破了 我对韩国社会的 这种安全感的 这种信任 你知道吗 心里面就有点不舒服 然后呢 就大概过了一个月 发生了一件事 对吧 这让我特别的吃惊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我住的 我就用假的数字了 不说 不说我的 因为保护我个人信心 不说真的数字 比如说我住在这个 这个小区里面 201栋的这个709房间 709号 201栋709房间 比如说 然后这个货呢 是没到也好 或者到了被人拿走 我不清楚 反正货我是没有收到 然后大概过了一个月以后 我还是到 我有一个事 要去这个20 这个小区的 我不是住在201栋吗 我要去207栋 要去207栋的 609房间 我在这个 201栋是住709房间 我要去这个207栋的609这个房间 因为我在这边坐这个 我这个办公室是709 我总是走7楼 7楼 然后我到了207栋 我也到了这个7楼 就到了207栋的这个709 我是201栋的709 我到那一看我做错了 我想走 刚走就发现地上有一个东西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好像是上面的名字 生我的 我一瞅 这不是我的货吗 原来是那个快递员 他看错了 201和207也看错了 本来应该到201 到我的这个709栋 结果他呢 就是给人送到了207的 207栋的这个709 9号了 然后一个月的时间 那东西就放在那 根本就没有任何人碰 没有任何人动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货就给拿 因为上面确实 确实是我订的货 我交的钱嘛 但是我还挺感慨的 就是把我对韩国社会的 那个遗憾的那部分 去重新给弥补上了 就是那一个月 东西就放在那 没人管 也没人动 根本就没有人拿 这就是韩国社会的整体 这个情况 我说的有点乱好 刚才 就是我住在201栋的709号 那快递员把货呢 送到了207栋 因为1和7数字差不多 207栋的709号去了 然后呢 一个月我就找回来了 所以说整个这个社会吧 它都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整体上 大家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就从中国来 从大陆人来吧 就是心里面总是有 各种各样的不安 对不对 现在你看我 我的孩子 同龄人哈 差不多都自己出去玩啊 怎么怎么样的 到哪去也是 像我吧 还得总是 比如去什么钢器学院呢 我还总得出去送 其实不用 但是心里面还总是 这个惦记 总是担心 总是觉得不放心 你知道吗 就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人的 那种一种不安感吧 整体呢 就是说这么多吧 咱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咱们这个时候 我们下期再见